这绝对是杨超越为数不多的尴尬时刻 裙摆直接被风吹飞 旁边的男星阿云嘎却只能原地静止 不知怎么办 而当男星遇见女星突发意外时 却并不是谁都像阿云嘎一样手足无措地看看 秦潇贤看到蒋梦杰穿着短裙下蹲几乎走光 立马把外套脱下来给蒋梦杰搭在身上 你可以永远相信得云社 而古天乐一看到刘嘉玲肩带下滑 立马就想好了对策 借着拥抱提醒了刘嘉玲 只是古校长这眼神多少有点无处安放了 于书欣在节目现场当着镜头整理衣服 旁边的王鹤蒂立马侧身遮挡 全程没转过头 而蓝宇就比较惊险了 采访石头上的遮光板直接掉了下来 幸好谢霆锋眼疾手快 及时撑住板子 不愧是练过舞的 不过要说最有种的男人 当然少不了李嘉航了 含血被粉丝飞扑 李嘉航立马上前拉住疯狂的男粉丝 以一己之力就含血于水火中